2018到93號海 因為這兩間宿舍都還有人在繼續做 而且是去使用 所以想請文化局這邊協助回收 因為好像看到上面應該沒有編好 所以各15本情況下就是共30本請文化局再協助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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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不是唯有信號 還包括了16頁 一個車庫的工作庫 這個應該比較沒問題 這是證件庫 因為也是在那個車庫 在利用修復計畫裡面的6支6頁 因為按照利用計畫的程序 未來增監也要做碳傳 如果要保留在利用的話 我們直接寫進來 如果不在利用的話 就要猜不一樣 那支6頁的意思呢 我猜大概是想再用 支6頁的第5號6難民 這邊的條法就是 暫時我公憲的建物 可以修剪方式處理 那既然是要主要用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寫在修復原則裡面 所以我這樣到底是把第二次 把它寫進去 這樣做點證後的爭議 那另外這裡面也寫到一個防空洞 一支末期的防空洞 我想我們有很多機會 事後不管指定或不指定 這個積累的一部分 常常會被要求去再建立一次 所以如果這個防空洞 也是指末期所興建 也跟這個建築相合的話 我們可以也把它納入 基本體 那是這個建築的基地 如果沒有 如果我老師是不是出不可疑 一個是正常後申請 一個是防空洞 因為這一次其實只是針對現況去做的 那個調查研究 所以就是其實不會送那個營運計畫 因為他不做那個 就是他其實不會去實質上去申請 那個實用製造之類的 所以我們 因為現在就是實際上有效的在居住 所以可能不會再去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改變 那然後在那個價值範圍會 因為我們是比較早的時候寫的 所以那個部分 我們可以依現在這個 打措一個做一個修正 那那個附屬那些我覺得 我覺得是不是等到下一次 因為以後真的要再做改變再利用的時候 會再做一次 還再會再做一次調查跟這個確認 因為目前這些東西大概就會維持現狀 就如果說現在我們不法定 我就修復跟在利用兩個計畫來講的話 這一次其實並沒有特別針對 要做在利用上面的改變來做檢討 應該這樣說 我講的是… 真的很謝謝 你可以不要說 這是什麼 你知道我昨天在 много歸之前 我住住會來 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台大不會綁閉的話 我們還是台大消息 就住住 就是住住 車庫後面那個 要當車庫一鍋圖 就寫上去 就這樣幾個字而已 那樣廁所 那個付屬交通的廁所 要跟我們就寫上去 寫上去 不會見得說這樣才不能拆啊 拆了就拆吧 對咧 好 要你加減 加減的話在台北市就要申請建造 你好是可能說 就是以這個沾後現在的情況 直接把它加進上去 了解 那後續如果要再做大的 又要再做大部分就更加進行 好 那這個防空洞 防空洞因為常常 最近好像有一個防空洞 因為要常常被處理 既然在這個防空洞裡面組織一下就好了 好 是不是也把位置做一個表情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那個投票看 我不是要叫你各自受理會 Gel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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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仁 等意安新 直獎設定古記高等關分設 古林街六十項二號 修覽再利用計畫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 古記修覽再利用辦法第13條 我來擔憂情形說明 合理在九十六年四月十一號 公告指定孤領街高等官社群 孤領街 60 項 2 號 6 號為直轄 施定估計 管理機關為國立臺灣大學 本來收入再利用計畫審查 及其留下 本局是在 108 年 3 月 26 號 專開審查會議 邀請旅前老委員 政天權委員 劉淑英委員協助審查 會議結論本來修正後通過 依若司法 24 條規定辦理 再送本水委會審查 臺灣大學在 108 年 5 月 15 號 解送修正後的報告書 經本局專親委員書面副審 委員檢診後同意修正完成 本局在 108 年 6 月 26 號 再提醒台大腰衣 文租法辦 說明會後公廷會 再提送本選委會審議 臺灣大學在 108 年 11 月 8 號來案表示 開建戶目前作為教師職務宿舍用途 持續使用中 復本局在 108 年 11 月 21 日 及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24 條第 5 項 及補機修部再用版法第 18 條規定 於計畫擬定階段 招開說明會公公聽會 故本案需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公聽會或說明會的部分 則請臺灣大學的文化部 和施意見辦理 本案提請本審議會審查 並應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接著請國立臺灣大學 委託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解報 好 接著我就針對 庫林階60項2號進行解報 那這個60項2號其實也是跟這個校長的官社一樣 從屬製的佐久堅定1號官社 然後這個在臺灣大學接收之後呢 一直作為學校的宿舍 但是呢 這樣會跟在內部長一樣 就是他並沒有就是一定要作為這個院長 也就是日志實際的部長級的這個宿舍 那他的這個興建過程 我可以看到也是在同一個時期 然後他跟那個校長做事同一個時間移交 他完工的時間稍微有點兩月的時間差 但是是屬於同P的這個興建過程 然後呢 關於他這個建築 也都有這個相關日志實際的一些記錄 那他的建篇是127匹 然後關於他的叻叻比還有創扇 還有做記錄 然後他的這個屋頂也是用的水泥網 然後這也是關於他的這個門的一些 使用的材料的一些記錄 還有這個門牆 然後包括有磚牆跟竹梨 還有這個下半部是磚 然後上半部是木造的 這個唯一的一些記錄 然後這個是從這個空造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站後的時候 這個中間的一些樹木的狀況 然後關於這個樹木的特殊我也有期待 然後這個是他這個附屬建築的圖畫 就是包括他們那個時候有這個車夫 然後這個還有這個放一些倉庫的一些空間 那這個是當時的一些當時的這個設計圖 然後剛好兩個部長的宿舍是對稱 所以他不是 他那個空間內容是一樣 但是剛好對稱的方式 那他也是一樣有這個不同的這個路頭 然後這是他的這個現況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外部的空間 基本上都還是原有的 那這個是曾經居住過的這個部長 就相當於今天的這個院長 包括這個文正學部的部長 跟這個李農學部的部長 然後站後的時候 包括有這個汪玉玉教授 住過比較長的時間 那他的這個建築也是一樣 是在這個在趙古古年的時候 交給這個台北地大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那個 大家會覺得他可能是第二種 但是他的那個規模來講 還是屬於第一種高等官色 然後這個是他跟那個 另外一棟左右對稱 那目前其實很不一樣的顏色 感覺好像是不同的建築 但是事實上他不是完全對稱的 這個建築的一個形式 那跟他住一樣的這個 同樣形式的另外一棟 曾經那個大老金太郎曾經住過 然後他有在建築會議上發表過 關於建築建築的一些看法 包括說他覺得空間的配置 動線都設計得很好 空間大小也很適當 然後有稀石空間 那可思空間 也可以彈性使用 但是他覺得如果可以有這個客用廁所 跟出生室啊會更好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可能會有些日曬的問題 然後他也建議說 應該在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這個是他的這個構造特色 他也是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規模也是比較大 所以他也是有做一些像吊塑這種 來防止那個門櫚下垂的一些問題 然後這是下面的這個基礎 然後上面有這個土牌 然後還有上面的這個五牆的這個宣航 宣航跟天航 然後他的這個基礎也是一樣 有設這個空氣孔 然後表面用這個洗濕 或者這個水泥塞量粉刷 然後基礎主要是這個專罩再加粉刷 然後這個牆體也是以這個雲板的方式 然後也是有做這個金屬板的一個保護 然後這個是裡面的這個陽式空間呢 是用這個所謂的大壁的做法 然後和式空間是用這個 朱小五的這個真壁的做法 然後天花的部分也是和式的空間呢 就是做日式的這個天花 然後陽式的空間呢 就做這個陽式的這種七十天花的一個做法 然後屋頂呢 基本上是機動罩 只是因為他的空間 他會隨著空間的變化 然後來做一些調整 這是裡面這個屋架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個屋頂也是鋪這個水泥網 然後設有這個漏水管 然後也可以找到當時的這個日治時期那個木購件的一個編號 然後他的這個木標在能塞上面 還有在那個窗塞上面都非常的精緻 然後材料那個大部那個比較重要的材料是檜木 然後有一些材料是這個山墨 然後柱子是這個檜木 然後也可以看到出產的這個木材 那目前的這個構造狀況呢 其實大都還是維持原來的這個狀況 那以前因為這個門口的這個柱子曾經有腐朽 然後就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又做了一個這個基礎來支撐它 然後目前室內是沒有明顯的這個柱子的痕跡 然後也沒有這個下陷或者變形的狀況 好這是這個基礎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有做了一些檢測 它目前沒有呈現跟變形的狀況 那牆體大部分都保持原狀 那只是有些地方會有這個剝落的一些小的裂痕 那因為這次就是我們可以從它有一些活的天外頭去看裡面 所以沒有進行這個破壞性的一個檢查、調查 因為事實上它這個柱子都是有這個教授處在裡面 那我們從文化資產的價值來看的話 因為之前我們是比較早的時候做 當時的話是從這個歷史環境建築三個角度 然後我們之後也可以依現行的這個文化 來做一些調整 就是它一直是作為 歷史上部分就是它一直作為這個部長的這個觀色 然後在環境裡 它也是整體的一個就是宿舍的一個建築區 然後在建築上來講 它也是保存非常完整的高等觀一種觀色的一個格局 那周圍跟這個校長宿舍一起 都是在一個非常安靜的一個環境裡頭 那所以我們修復原則也是建議它盡量保存現況 然後保存這個西式跟日式的這個裝修的特色 然後有必要時候來做一些落點的這個補強 那大概原則會跟這個校長宿舍是一樣的 那這個修復的方式我們是建議說 主要是針對這個白頂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說如果已經有一些落件 有一些以前的一些腐朽的話可以進行一些整修 然後作品就是注意這個屋頂漏水的地方 那因為它的狀況也是 因為它還是持續一直都是有在住宿的使用 所以我們只是針對未來的 異議計畫提出的建議 所以目前是不會提出這個異議計畫的審查 那主要是它在土地使用部分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目前是因為居住使用並沒有很多人 所以在那個結構上面的承擔量是沒有問題 那消防部門他們其實現在也有放這個消防栓那些 然後其他目前是沒有特別不符合法律的領域 好 以上報告的請給大家 謝謝 謝謝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剛剛講得太怪話了 但是報告書需要電話在補售 謝謝 各位老師有沒有 這個請看 我們再臉嗎 所以請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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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有便宜的版本就是監渡 遜事監舊 當有佔用的那你需要分子 就易下 航空造航空造航空 我們也有防空造航空 因為 Forever 也是叫防空 也因為操舊無常 都跟價值一樣 如果有需要 因為我們是既分級 水池有沒有必要再針對一下 這次跟剛剛一樣 要再修正一下 因為接下來好像沒有要做收入計劃 所以那個經費呢 可以直接設定管理人員的經費 因為修的是屋底、漏水這些事情 從一旁吃等等這些是開箭 也就是台大美人要去 可以預算做各個蓄積的管理維護經費 這個可以用這樣不一定要做修期計劃的 修理經費 另外修理經費看來就有500多萬、200多萬 很少 所以用維護的方式看能夠可以處理 帶你這樣一點 謝謝 台大跟台大有要再補充嗎 老師這次是兩個意見跟前面一樣 對 這部分再補充 那那個是不是敢建議學校 是不是用管理維護相關經費 對 老師是不是一直這樣 對 其實實際上應該就是 其實實際上真的就是管理維護經費 因為他有的書在裡面 你不可能進行半規模的修復 所以是這樣說 那我們就把那個文字上做一個這樣修改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投票 對 不好意思 那個他的教堂裡面 包括這一棟和那一棟 我們在入國 那雖然有的大部分都是受保護書 可是就一個日式庭園來講 是否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您的調查裡面哪些應該要保留 因為到後面 常常很多就是把那個族在地方清掉了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在日式庭園的 這個合體跟中文裡面滿關鍵的 以上 好 那這部分就是 好 我們再補充一下 好 那有關警員的部分也請這個 台大跟台客大這邊做一點 那是不是我們來投票 沒有 我都不把你提到 為什麼 我們可以來給你提到一下 就是這檔案 就是因為我們去看的時候 因為狀況 然後 但是既然計畫提的話 你剛剛聽到什麼 我的費用 我的費用 不的話 你像這個 台大教掌管理 109年才交出來 因為這109年 他不知道 十來年代工夫 他損壞狀況 比過去50年損壞 還要損壞 那我們那修復的費用 增加 這個現在所怕的增加的費用 修復的費用 你如果貪在第三關的話 沒有的話 十分幾年 所以我想 藉由這兩個案子回歷 就請台大 對你們在關聯的國際回歷之間 還是需要我們場面的費用 來質疑 或者換一塊案 那個 一方面 這個 你們要受到我們最好的處分 在這方面 又要增加更多的地方 在這方面 另外 很多 世宿症 毀壞的原因多種農 農 農 你經常不修剪 不去 去儲備 等到長大以後 變得好 之後 房子就回眉 沒 還要去 那他有沒有要回應 那他有沒有要回應 如果基於這個 這個基地下 各個委員 是不是 這個主席各位委員好 因為這兩個是 特別是小文官社 以及就是 尤老師 配做支付出社 所以日常管理委員會 其實都有 每年非常就是 用心的大的處理 所以這部分委員 各位委員的意見 我們都收到 大家這邊會在帶回去之後 跟學校報告之後再做一個規劃 是啥 還有沒有其他老師 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來投票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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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补移的動作